请用简 恭喜全国电子Digital City 吉隆电盛大开幕成功 在全国电子董事长林七敏 金融事长林又昌 立法人蔡世英 金融国际百货总经理林云等人 共同检采下 全台首家结合新潮科技 智能家电流行百货 生活用品及日式药装的复合式卖场 正式在吉隆开幕 时代在变 我们也在变 消费者在哪里 我们就到哪里 这就是我们全国电子的精神 引进知名业者进驻 在金融经营40多年的 金融国际百货方面期盼 提供金融人更好的购物消费体验 会有这样的想法 是因为我们看到金融人的需求 那其实金融国际百货 从40年前在金融创立的时候 就是希望带给金融人 购物便利的一个方向 那40年过去了 时代在变 人的需求也在变 所以我们现在希望提供给在地人 他们最真实的需求 上任后推动市政捕获好评的金融市长 林又昌也直说 现在正是投资金融最好的时候 不用出国就可以买到日本商品 消费者直呼很棒 来到这边的话就可以享受一些 在日本所可以 不用出国可以买到的东西 对民众来讲的话 确实是会比较方便 业者强调面对疫情 他们选择逆势加码投资金融 就是看好现阶段 无法出国下的在地消费商机 也期望提供金融能 更为优质的购物环境 记者张旗腾金融报道